这个,这个,跟菩萨多讲,跟观世音菩萨多讲 然后呢,菩萨会从另外一个方面帮你们补的 帮你们补充一些损失的 你相信师父说的话 观世音菩萨这个心灵法门不是师父的 我一直讲不是师父的,是菩萨的法门 明白了吗?好吧 嗯,你现在跟台上讲话,我就是告诉你 对不对啊?一个人损失一点 其他的都是小事情 精神上不能损失 一个人,对不对啊?钱财能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 等到你钱财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出大事了 那是大问题了 我说对不对啊?感情问题,钱买得到吗? 比方说吵架了,他不理你了 你再给他多少钱,他也不理你啊 这道理在这里 所以有时候,这个钱财的问题不要看得太重 最主要是精神上心灵上要愉快 啊,真的 如果真的经济上不行 下次就不要参加法会了 没关系的 看看片子,看看蝶片也好 不要给自己为难,一切随缘 明白了吗? 我是参加过十一次法会 那两位只参加过洛杉矶法会 没有参加过别的法会 没有关系 这本来是我想带他们出去 你记住我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一切随缘 每个人跟佛缘分 对不对啊? 跟学佛人缘分都不一样 过去有很多人参加很多西方教 他们不是现在都转到我们佛教来了 也是缘分的 他们过去没有碰到过佛法的时候 他们觉得还不如西方教呢 对不对啊? 人都在转变当中 说不定过几天 过一个月,两个月 他又来找你了 这种情况都会有 所以不要去想了这么多 说明你这个人就是学佛 还是没有开智慧 听得懂了吗? 怎么说? 你记住了 有时候到了晚年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人来帮助你了 钱财了 那个时候你居然也想到 我曾经帮助过别人 我告诉你 很多事情后面都会有结果的 你不要去看 现在我是有点损失 以后会有菩萨会回报你的 你相信财长 一个人一辈子吃不惊的亏 赚不完的便宜 这里吃亏了 那里又赚便宜了 那里赚便宜了 这里又吃亏了 他绝对没有个平衡的 所以你要想到这一点 你想想你过去赚的时候呢 有没有多赚过人家 也有的 明白了吗? 平衡一点 自己心态 听财长的话 好吗? 谢谢 谢谢 要记住了 钱财来了之后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一定会花钱消灾的 有些人过去 自己出了一点钱之后 很难过 我后来就跟他讲 花钱消灾 结果他很多的灾真的消掉了 他说我该欠他的 我要是不是 给他付了这个钱 给他怎么样 接下来他会对我怎么样 可能你付出更多的百倍 千倍的损失 或者补偿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不知道未来 所以我们只能接受现实 明白了吗? 谢谢 听财长的话 人生一辈子 菩萨不会让你吃亏的 我吃了很多亏 师父吃的亏最多 比你们都多 我现在得到的 对啊 我现在得到的补偿 是所有人都得不到的 所以你们想一想就可以了 我吃多少苦 吃多少亏 所以你们要好好地记住 天上菩萨不会给我们吃亏的 只要你好好念经修行 对得起别人 好不好啊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